在OneNote裡面,您現在一進來是在這個訊息裡面 那除了這些資料以外,您可以看到我們主要資料在任務這邊 在這個任務裡面,這裡面打開,每一個都可以點進去 那如果說你點進去之後,你想要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筆記 你可以記錄下來在右手邊這裡 它有一個叫做筆記,你可以在這邊輸入筆記 那打完了,你按確定,你可以做多個筆記都可以加進來 當然它也有收一些筆記,就是幫你把畫面直接抓下來 不過這個需要安裝那個擴充工具,所以如果你按這裡的話 它會要求你先裝那個擴充工具 不過因為如果各位用的是訪客帳號,就沒有辦法使用 訪客的部分,它功能會比較少一點 那第二個呢,您剛剛看到這邊,從這邊進來對不對 那您進到這邊之後,您可以從這邊直接跳其他的同一個任務裡面 其他的這些內容,也可以前頁後頁 這樣您就會比較方便看 比較方便看,那右手邊這裡呢 右手邊這裡 如果說您想要個別下載我們延期裡面有了一些軟體 有提到軟體,您也可以從這邊個別下載 從這裡個別下載 那我們延期的錄影影片,我放在這邊,所以您可以從這個地方按下去 我剛剛已經傳一個上去了,所以點進來之後,在這裡就會看到 有沒有,這邊就,我剛剛已經傳進來了 那你打開的時候呢,因為剛上傳上去可能 那個解析度還比較低一點 所以您在這邊可能只能看到360的 但是實際上度的會比較高 它大概需要15到10分鐘,就會產生高解析度的 那順便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您一般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像我昨天去這個情侶科大 好,您在看影片的時候呢 一開始可能會看到比較模糊的 好,我就從這邊給它一個形式 視力有點模糊 眼睛度數不夠了 對不對,焦距沒對好 其實不是,您看一下這裡 它在這邊呢,產生的 有沒有發現這是480的 即使它下面已經是HD的 我們看YouTube也有這種情形 好,也有這種情形 就是它會先給你低解析度的 那等確定你那邊平方還蠻順暢的 它就會給你高解析度 如果你不希望有這種情形,你就按下這個 那你就會直接看到高解析度的版本 就強迫的 好,我就從這邊開一個新的 你可以選擇有很多種不同的樣子 你看怎麼在這裡 沒有,沒有 就是這個要麻煩各位留意一下